前科累累的老囚犯因患晚期疑心癌 获准肩外执行刑期 在家度过生命最后的日子 他不得不联系早已生殊的女儿 虽然女儿恨偷了这个人渣父亲 但首途结局在他为了生活 还是不得不将老爸接回了家 老囚犯试图用所生无解的余生 去挽回这段亏欠多年的亲情 他能成功吗 语歌出品必是精品 今天为你们带来一部十分感人的剧情片 故事发生在一所监狱之中 老麦已是疑心癌晚期 并开始转移扩散 最多还能活四五个月 他主动放弃了治疗 坦然面对这一切 老麦已在这所监狱里待了十二年 很有声望 育友们也都很敬重他 他唯一放不下的只有女儿 而他的女儿 我们的女主 如今也过得十分糟糕 与患有癫痫的儿子小癌相依为命 不只是房租 女主连小癌的药都要供不起了 他白天在餐馆打工 前夫小帅是个人渣瘾君子 客大了就来闹事 要求见儿子 还把餐馆经理揍了一顿 导致女主被开除 真是扎上扎 老麦在监狱里的表现很好 典狱长提出 可以让他出狱接受软禁 让余生过得更舒服一些 但需要女儿签字同意 可老麦已经好久没和女儿联系过了 不知道他能否同意 再看女主本来就够烦的了 校长还给了小癌一个记忆档案处分 因为小癌被几个坏男孩揍了 母子俩都彪了 被揍还要给处分 这都哪国规定 但校长表示 学校规定就是这样的 不能被一人破例 女主狠狠怼了校长一顿 虽然啥有目有 但嘴上爽了就够了 天不怕地不怕的老麦 战战兢兢的给女儿打了电话 听到老爸的声音 女主脚也不洗了 气儿也喘不云了 老麦倒出自己的情况 表示在自己最后的时间 想和女主一起度过 过了12年才想起给自己打电话 女主对父亲充满怨恨 让老爸别再联系自己 然后生硬地挂断了电话 为维持生计 女主每天深夜都要到夜总会打工 忍受牛郎的撩拨 尽管如此 还是买不起药 走投屋路的女主 只好又找孩儿子爹要钱 但搞约队又嗑药的小帅 自己也钱都不够 哪有钱给女主 真是个差劲的父亲 为了儿子 女主不得不同意了老麦的提议 但条件是 父亲要付房租 还有自己承担自己的生活开销 最终双方达成一致 老麦被送回了阔别已久的家 女主要父亲 装成是自己叔叔 在小孩面前 不能以外公相认 而老麦也被带上了脚踝监视器 只能在房间内活动 一旦离开 会被认定为出逃 再次抓回监狱 这间充满回忆的老屋 一切的一切 都能够且从前的往事 地产社的烟痕 是妻子酗酒后弄上去的 当年小女主 为了不让醉酒老妈喝酒 可没少喝的打游击蛋 门口月季花的味道 带老麦回到了从前 一见面 小外就缠着老麦问东问西 女主担心村邦 没说两句 就把儿子弄进了屋 老麦想和女儿聊聊当年的事 但女主说 她知道老麦收钱生人 若不是实在没办法 自己也不会保子出来 但不管怎样 现在女主有钱给儿子买药了 小外又传着老麦问外公的事 再次被女主强行打断 带去上学 为了让女儿的生活过得好些 老麦找到开权馆的老友汉克 当年他给了汉克一笔创业资金 现在需要用钱 想找他要点 但汉克说 自己现在之间也很紧张 大部分拳手都是免费训练 老麦没得让汉克说下去 表示没关系 自己也会想办法 再看小爱 他在学校 又遭到了那两个坏男孩的袭击 这次对方居然偷出了兜子 另一边 老麦拜托一位搞建筑的老友 帮忙改造储物金 被坏孩子威胁的小爱 提前回了家 老麦建议小爱 揍那个坏男孩一顿 曾是内华达州顶尖拳室的他 教给小爱如何用拳头防守 自卫 饭后 女主翻出了老相册 里边静静躺着一张 当年老麦打拳的帅招 这时老麦的病又发作了 疼得直接躺在了地上 急救车赶来后 急救人员给老麦做了简单救治 但不管怎么说 老麦就是拒绝去医院 早知老麦将不久一人世 小爱伤气的回了屋 第二天一早 老爱被家人做了丰富的早餐 提出想离开 不愿拖累家人 这时小爱起床了 女主想将老麦的真实身份告诉儿子 没想到小爱已经猜到 老麦是自己白宫 真是低估了现在的把握 人渣小帅也提前在学校门口蹲点 女主看出这家伙又磕了 不想让这混蛋接见自己儿子 强行让小爱进了学校 告诉小帅 你要是真在乎儿子 就回去戒毒 汉克卖了点物件 换回一丁钱 强行塞给了老麦 老麦告诉女主 她想将储物间改造成小公寓 这样女主就能租出去赚钱了 人物将钱交到了女儿手中 还给她安排了一个工作面试 女主不领情 因为当年父亲经常不在家 自己要每晚照看 把自己往死了喝的母亲 还要饿着肚子去上学 老麦表示 自己为保护家人 的确做了不少坏事 知道现在都这些 无法弥补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 自己每天都在后悔 求女主让自己尽一次父亲的执着 这些钱来路正常 也很干净 可以供小爱上大学 这些肺腑之言 令女主的心渐渐软了下来 小爱到家后和老妈爆发了争吵 因为女主不让她见父亲 不管女主怎么解释 小爱就是不理解 气得独自回了屋 女主的心都要碎了 老麦直接了当告诉外孙 你爹是个自私的隐君子 如果他在乎你 就回去戒毒 把钱给你妈来看你 相信我 关于糟糕父亲 我能出本书 随又对小爱说 如果有人给你一些光鲜亮丽的东西 似乎是天生掉馅表 那一定有诈 我就是实力 小爱终于理解了母亲 给他道了歉 女主怀着忐忑的心情 去参加了老麦给他安排的面试 这是个大型洗衣场 女主负责行政 学货业务后就会被调去财物 薪水不低 还有一宝 因女主有孩子 还会根据她的时间来排班 下周就能上班 说是面试 这不就是找了个后门吗 女主开心极了 另一边 老妹将小爱送到了汉克那里 去参加训练 一番训练下来 小爱累得精疲力竭 随又汉克又教了他一招 更加实用的技能 看到那个坏孩子时 又发点疯 揪住他一拳拳倒过去 于是小爱将汉克当成了假小弟 将先知的愤怒 统统发现了出去 最后还改了汉克一拳 汉克很欣慰 这时老妹发现自己尿了血 她知道也时日无多 有一孙俩看电视时 老妹将当年的情况告诉了她 自己当年打假拳 还被黑帮顾雪当打手 因此杀人被送进了监狱 这一天是个高温天气 一家人决定一起去泳池游泳 老妹恍张要去看医生 有三个小时时间 但三人睡过了头 回去时警车已在门口候着了 警察直接将老麦带下了警车 女主联盟联系点狱长 御长决定再给老麦一次机会 将老麦放了回去 这天两个坏孩子又来找麻烦 小爱按照汉克教的方法 将坏孩子揍等 亲妈都不认识 终于扬眉吐气了一把 整个人都舒坦了 女主赶走后 看到被揍打是另两个坏孩子 心情也舒畅了 此时改造的公寓完工了 这里简直太棒了 每月至少能多一千美元 小爱给亲爹打电话 邀请他来参加自己周六的生日聚会 女主得知后十分担心 主动去找小帅 要他为了儿子生日停止喝药 哪怕只有一天 生日会这天 小爱抢来了很多好朋友 热闹极了 人而这时坏老爸来闹事了 女主一眼看出 这家伙又可嗨了 想就他离开 结果小帅直接发标 对所有人大喊大叫 孩子孩子面前闹事 抱粗口 关键时刻老麦出场了 好言劝他 改天再来看孩子 小帅却抬头赶了老麦一圈 结果老麦狠狠叫去了这个人渣一顿 打得他亲爹都不认识了 小爱被这一幕吓坏 当场犯了癫痫 经历了这事 小爱终于了解了老爸是啥玩意儿 虽老麦的用意是好的 但在小爱面前 把亲爹的屁滚尿流 也确实不太妥当 老麦诚恳道歉 他病得更重了 第二天去看医生 医生说 如今想通过治疗严惩寿命 也来不及了 给老麦开了点止痛药 哪知再次扣哈的小帅 在这档口又来了 强行闯进了房间 此时老麦还不知情 又汗阔等自己死后 时不时来看看女儿俩 顾小爱做个兼职 老麦到家后 看头这里被毁得不成样子 小爱已经被小帅掳走了 妇女二人烽火赶到小帅的住所 和女主约好 带小爱出来后 就速速带她走 看到外公 小爱连忙跑到她背后 老麦保护着外孙 离开了这鬼地方 然后用小木棒 捅过了小帅几下 确定女儿俩已经安全逃离后 老麦又捅过了人渣几下后 主动将球棒送到她手里 任由小帅 发疯般击打的自己 这是她唯一能为女儿俩做的事情了 久回监视器脱落 警车很快赶到 老麦在葬礼上 她的所有好友都来了 杀人份小帅 也如愿进入了监狱 御友们都虎视眈眈地盯着她 在这里 定能得到编织如归般的照顾 汉客也信走了她的承诺 如今 小爱已是她的头号助手了 权管的墙上 也挂上了老麦最帅的照片 囚犯之女 是2023年6月上映的剧情片 该评沿用了美式家庭温情片一贯的套路 观众们却仍然心甘情愿地望里跳 全片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 也没有大场面 却吸引着我目不转睛 一分钟也不想快点地将她看完 据说现场哭倒一大片观众 好久没看过这么减压又治愈的影片了 金浅不想多输了 大家用心去感受吧 好了 今儿的故事就讲到这儿吧 不甘不易 喜欢这部视频 别忘动作小手 长按点赞鼓励一下雨歌 给我更多坚持的动力